除了吃,除了住,你也就吃两百多个钱 在这儿住的很贵喽 你收房多少钱? 你就算,你就算50块钱一天吧 住房子? 对 你算50块钱一天,吃饭你就算,也算50吧 三顿饭,就说50块钱也差不多 一个月,能剩下多少钱? 6点块钱是好送的 6点块钱是好送的 说再多,你要是点劲 然后你忘了夜了,干晚点了 我能送多一点 我万把块钱吧 那吹多少钱? 在这儿上海消费也多 每天租电池吃饭 一天下来住房,一天下来要大概要100块钱 一个月下来将近3000块钱 3000块钱在老家还有房贷 房子房贷,一年15千都没 15千都没,吃饭了就算 这就是住房很吃嘛,就是 吃饭嘛 早上晚上,你自己压身自己在周一 我晚上还很久,从100多 你还要租电池,电池租过来一个月还有300 每个月剩下的钱呢? 最后剩个4-5千,也就4-5千 每个月下来大概能剩多少钱? 就30千,15千 跑点的时候15千 怎么就剩30千呢? 基本开销就要4千 吃啊,房啊,吃啊,吃饭一个月都看不了2千 在基本开销,还不算去干嘛呢? 一天不能休息,一天都不能休息 在跑过万8块钱,第四码要13-14个小时 一般是6地那种起来了,跑蛋了 住房子2000块钱一个月 每次吃吃吃饭啊,房子叫叫 也剩不了这家几千块钱啊 一个月大概5-6千块钱的样子 出来开支啊 不剩下,不剩下,剩不到一不到五六千 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? 这个看你自己 正常的,也不是太懒的,也不是太辛苦 4-5千 我一天200多,你算一个月2千 6-7千块钱,7千多 好了7千多 差不多吧 6-7千块钱,你在上海住房子干啥呢? 一个月950 住房子 对对,我们6个人在一块 一个月能存多少钱? 算了,吃吃喝喝 一个月好的话2千块 能存下来2千块? 对 我又不抽烟 一个月也就是跟打工差不多吧 外卖块钱 外卖块钱,然后出了开销啊,吃啊 也没什么得到 一个月,这个房子也量许多 开销也蛮大了 我还上升啊 剩下多 这个,要按照我的标准的话 一天50块钱 最低50块钱消费 五千房就对我个人消费 最低的 反正毛2千块钱 等于每个月要花这2千块钱左右 可能剩个7-8千块钱,6-7千块钱 对对对对 就是他的意思吧 你这一个月正常的话 7-8千块钱 基本上,你能正常上班 能保证上7-8千块钱 也要不想干 下雨又不干了 天日又不干了 我们就天天干 我们这种年龄不能休息啊 你一休息一天前没有了 房子要叫吃饭啊 人情啊,什么都要 你干一天,他挣200块钱 你有收入的对吧 你不干你要花200块钱 一进出去就400块钱 我们这里面 我们几个50岁左右的人 天天在一块聊这个钱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年轻小孩不干就不干 我们也天天干了 没办法 早上7点钟 然后到晚上那个 10点钟 实际上你叫做个工作 还不过你 在那种的情况 很干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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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